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得太晚了 脸脸的体质很弱 癌细胞扩张得很快 我不建议你们找到国外去滞留 就是去美国一亮亮目前的身体体质 也未必乐观 而且花费又大 亮亮身上 有我很多忌妒 我不能就这么放弃 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我也一定要去 只要让我求念了 您帮我联系一下吧 那好吧 不过你们要一个心理准备 劳心伤财却脱了蜈蚣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我 我 factor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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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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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和连连他妈还是没有放弃 林总 你来医院找我是有事吧 主要是来看看孩子 但确实有一件事 需要跟你求证一下 月初我剔了五十万采购碎钻 怎么没采购啊 那批碎钻是准备买了备用的 我看用得不及就暂时压下来了 那经费呢 在账上 我暂时不会查采购部的账 但是我要看多水准 林总 是急用 是 明白了 我立刻派人采购 一点心意 林总 这怎么好意思呢 这不 你现在用钱呢 谢谢 好 再见 董事长 出事了 我已经听说了 今天林毅的助理 到你们采购部 挑钻石 好家伙 一共才拿出来六颗 董事长 月初我儿子急需住院费 我一时周长不开 你胆子也太大了 现在林毅一药钻石 都知道 您帮帮我 怎么帮 上次 您不是给我推荐的那只漆货 我不是跟着您买了一百万吗 你怎么办呢 如果现在要套现 你要损失一大半 一百万剩五十万 你也卖 卖 先把公司的窟窿 躲上再说 如果林毅真要查你 你的窟窿堵得住吗 这样吧 那只漆货 你转给我 我帮你联系钻石上 我帮你联系 谢谢 谢谢董事长 董事长 您料的文件 门总监 可是有阵子没见着您了 听说您家公子的事 怎么样 现在情况还好吗 不太乐观 有用的找我孟潇潇的地方 您就尽管这事 千万别客气 好 谢谢 那你们还有事情要聊 我就先走了 放心吧 没事的 谢谢 喂 大叔 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消息 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 鸾淑峰正在和李卓然面谈 他们都谈了什么 不知道 不管他了 现在最紧要的是曲曼 高远那边对阿瑞娜提出来的条件 很感兴趣 约了后天见面面谈 高远对李卓然提出的条件 也非常感兴趣 看来这个钱耙子 真是两边都不得罪啊 我倒是觉得 你应该替阿瑞娜担心一下 我今天把曲曼之前佩戴过的 饰品资料给了顾欣妍 她很快就分析出了 曲曼的喜好 还有更深层次的性格 她分析得很精准 反倒是阿瑞娜 虽然她之前在戴尔普斯 工作过很多年 可是近几年 一直都在吃民生的老本 并没有什么更好的作品出现 如果她要跟顾欣妍PK 恐怕胜负难料 知道了 等等 还有事吗 这个顾欣妍太聪明了 如果能够为你所用还好 如果留在东城为别人所用 恐怕 恐怕会很危险 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替她出局 这样的设计人才 如果留到其他公司去 对东城的威胁更大 过了啊 很可能 顾欣妇女士 我的外卖到了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公司也那么早啊 就知道你来的比我还早 赶紧吃一口店变吧店变吧 谢谢你 厉害啊 你知道吗 曲曼跟她的经纪人高远 是情侣关系 八卦 这是靠谱的八卦 你别忘了 我加入了她的粉丝会 我现在已经是资深会友了 我跟你说 我拿这些资料 全部都是密室 曲曼跟高远 不仅是同乡 同学 而且从她做模特开始 高远就是她的经纪人 打她曾经这些微博 你看看吧 特别是这篇《海桃花》 展现出了她光鲜亮丽 外表下的苦润 这完全就是一个女明星的 郁闷史 海棠花 我给你介绍一下 陶乐旗 你要的钻石 它好不容易才弄来的 你好 好 安董事 等你好久 请坐 好 请 海棠花 信喜阳光 光 不耐阴 济水湿 极为耐寒 对严寒极干旱气候 有较强的适应性 所以可以承受很冷的气候 秋海棠象征苦恋 古人称为断肠花 借花抒发男女离别的悲伤情感 来 居然一搜绯闻都没有 看来是花了大假计了 高远啊 高远 你还真是不懂女人的心呢 提志没问题 你 loos dazu一直在做 我做了一次 记得你在做小乡 我做了什么 做小乡 从小乡 就这样你听不知 我听不懂 曾经姐夫人 你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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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听不懂 你听不懂 我听不懂 敬不清流 明眼的天员 汤老板 就这些 您要得急呀 同样五十万的货 量肯定会少一点 正常 汤老板 这不是急不急的问题 钻石市场 我还是熟悉的 毕竟采购干了这么多年 你干采购这么多年 也算半个行内人了 昨儿李董一通知我 我可是专门连夜 从加拿大空运过来的活 动用了不少关系 李董交代过 说樊董是对钻石的质量 把关极为严格 为了凑过这些一流的散钻 我可没少跑啊 外面搞散钻的人 大巴的 但是能保证一流的品质 行内只有我陶乐旗 林医的要求你很清楚 这些量足够他用 如果钻石有瑕疵的话 他是会找你麻烦的 如果不是李董事长的面子 这么少量的货 我是肯定不会做的 我只是想交 阮董事这个朋友 咱们都是痛快人 你呢 货也看过了 给句痛快话 要么签字拿货 要么我拿货走人 看你 看你 签了字咱就是朋友了 我得嘱咐一句 货款机会打给我 我知道 你放心 董事长 我先把钻石 返公司 告辞 最近又赌什么宝贝了 现在可以拿给我瞧一瞧 赌石嘛 石赌九蛇 有好宝贝 我第一时间肯定拿给你李董 麻哥让我给你捎句话 我们地美矿业 在加拿大 有一个前景非常好的投资项目 不知道李董事长 敢不敢兴趣一块儿玩玩 话可说回来了 别到时候又说 有好项目不想着你李董 你们中间费太高了 大家都是老交情老朋友了 费用高那是因为我们业务好吗 哎呀 再说了 李总 就 我帮你们转出海外的那些钱 哪一笔不是安全圈漂亮亮的 您是赚大钱的 我们 就挣一点小费用 情理当中 行 项目资料拿过来看一看 我找人评估一下 好 干杯 嗯 行 走 走 走 跟我走啊 快点 小青 你要干什么去 我 知己知彼嘛 我也想去看看嘛 什么知己知彼 现在是战队的关键时期 你可不能震受掉脸的啊 我没有 星云 别人我不敢说 至少小青我能拉得跟你一起 咱们仨拿同名状 哎 那什么同名状啊 我真的一点都不想拉帮结派 森林的实力你们是知道的 而且这一次她又是志在必动 我是真的很担心说 如果我拉你们跟我站在一边 万一我要是没有成功 那你们以后在设计部的日子 也就不好过了 但是呢 如果你们愿意 和我一起肩并肩拿下取卖这个项目 我答应你们 我一定会尽我全力 尽量不让你们失望 我愿意介入 小青 你愿不愿意跟我再博一次 我愿意 我单打独斗来上海 就是为了博一次嘛 对啊 来上海不博一次 感觉到对不起黄浦江 加油 加油 我也愿意 算好一个 谢谢你们 为了取漫画的设计图 我也差不多见雏形了 来 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来 这一次呢 为了取漫小姐参加嘎纳的时候 设计的图 是海棠花 海棠花她的花园是苦练的 马姐 马姐 怎么 怎么一个人没有啊 叶小青 杰克 你有什么事吗 哦 我刚刚准备想把这个预算表 给你们王总监签字来这儿 结果发现你们这儿一个人没有 是 吴星岩的设计预算吗 对对对 嗯 那你交给我就行了 等王总监回来了 我找他签字 你的叫我拿就行了 嗯 好 嗯 哦 好 嗯 那个 你 你人真好啊 那就 那就谢谢你啦 不客气 嗯 你 你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了没有了 我先走了 这边 拜拜 哎 人都去哪儿了 哎 星岩 嗯 他们都干嘛去了 他们吃午餐去了 哦 对哦 哎 你预算报表签完了吗 哦 我没遇上王总监 但是 你猜我遇到谁啦 我遇到杰克了 哎 他人真不错哎 嗯 他说等签完了然后再还给我嘛 嗯 如果你对他真的没有意思的话 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你千万不用跟我客气啊 哎 对了 你跟他 在加拿大认识这么久 嗯 就没有听说过 他有什么女朋友之类的 哎呀 他该不会是 这个你真的要自己去问他了 我在加拿大的时候 一天打三份工 我根本没有时间 考虑这种八卦的问题 辛苦你啦 来天台有事跟你说 林哲 我看了你的预算表了 金额比阿瑞娜少了一半 而且她现在已经开始申请打样了 要打样了这么快 对啊 要是等她先把合同签了 你设计得再好都没用了 我知道了 那你有什么打算 我不能坐以待毙 我要尽快见到取办 没问题 我能帮你搞到她金额两天的行程 这样 我现在就出发 你随后把行程发我手机上 好 进 阿瑞娜 碎钻石已经到了 林总让你尽快地教养品 放心吧 一定在她敢在见高远之前给她 阿瑞娜 如果直接拿给曲曼看 你有信心吗 当然有 太好了 我这就向林总汇报去 对了 对了 尽快和高远 确定一下会面时间 嗯 拜 喂 林总 喂 我这边样品已经准备好了啊 好 我希望咱们见面的时候 曲曼也在 一块商量这件事 好 我可以帮您试试 但能不能成功 我不敢保证 跟哪个姑娘打电话呢 还躲着我 如果我躲着你 我干嘛不出去接啊 你也不敢 你们俩先出去一下 你们俩先出去一下 我叫你们再见吧 好的 行 曲曼 有件事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说吧 回没堵住你嘴 我约了东城的林总谈代言 你能不能抽空跟我去一下 我去干嘛 我又看不懂合同 况且和东城的合约 马上到期了 这又不是鬼约 没有就要对不起他们 来 你看啊 你们毕竟合作了这么久 你就这么一下跟人家断了 这样好吗 当初东城 也算是对咱们有知遇之恩呢 一马归一马 我帮他们也挣了不少钱 谁 你把我当你助理了吧 好 我给你拿 滴水之恩 当永泉相报 这是咱们中国人的优良传统 你说是不是 你是不是已经答应 东城契约了 没有 绝对没有 就算我心里想答应 这不还没落实到合同上吗 这样你也不敢 我就想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不能考虑东城呢 他们的AVA 在香港刚拿了HRA设计大赛的优胜大奖 这肯定是要进入国际市场的呀 而且 你们也算是相识于草芥之需 互相成就 一起成长 一起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这将会成为业内佳花的呀 我都说了 我不会再跟东城续约 为什么呀 我和东城的确曾是草芥 可现在的我一只脚已经踏出国门 我不需要更多更大的舞台吗 我为什么要拖着一个本土品牌 你不觉得我需要代言一个国际品牌珠宝吗 你终于肯说实话了 想人家东城跟不上你的脚步呗 你接下来是不是要嫌弃我了 我不是说了叫你们再进来吗 你 高总您好 您还记得我吗 你是 我是东城的助理设计师 我叫顾欣妍 上次在您办公室的时候 我们见过面的 当时孟总监也在 您还记得吗 我不想见到她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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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曲麦小姐吧 您好 您好 我是东城的助理设计师 我这次有一个设计 曲麦小姐就要看一下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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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给曲麦小姐的 是要给她的 粉丝也不能太狂热了 就在这儿待着吧 我找曲麦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每个粉丝都这么说 但结果呢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千名合影 我这么跟你说吧 你还是别等了 她现在已经从侧门走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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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曲麦的下一个行程是哪里 我现在查了 收付饭 五点回信号 快点 您好 您好 请问一下曲麦小姐回来了吗 我想起你了 前几天你有来过 对对对对 你有预约吗 来不及预约了 我是来送设计稿的 没有预约是不行的 我真的是有很要紧的事情 你看这样好不好 你帮我联系一下高总 我自己跟他沟通 要不这样 你把东西留下 我替你转交 这恐怕不行 因为这个设计稿 就只有一份没有备份 这我也没有办法 那帮忙 曲麦小姐 曲麦小姐 怎么又是你 你腿跑得倒是挺快啊 您给我五分钟 我跟您简单阐述一下 我给您嘎那之情 所设计的项链 五分钟就好 做一个设计不容易 我不想死了它 您为什么就不肯 给我一次机会呢 不是你的问题 我不想再见到你 曲麦小姐 曲麦小姐 顾小姐 曲麦小姐 来 顾全姐 曲麦小姐 曲麦小姐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曲麦小姐 在这儿附近啊 我刚下班 又出个新设计的 别想再打我作品的主意 哎呀 不要对我这么充满敌意嘛 我只是看看 绝不抄袭 我发誓 从今往后 绝不再偷你的稿子 或者蜜蜜你的稿子 是颜对你这种人有用吗 我这种人怎么了 我这种人曾经是你女神唐婉容 最看重的学生记忆 你能不能跟我说说唐婉容的事情啊 有一次我出了一款设计 唐老师很满意 却卡在了加工上面 因为那颗戒指 需要经过特殊档 才能呈现最好的效果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老师傅 在他门口站了三天 但是他完全没理我 我觉得特别委屈 就去找唐老师 老师 我遇到难题了 怎么了 那个切割师傅我找到了 但是这个人的脾气很古怪 不管我开什么价格 都谈不下来 你说的是送程吧 这个人 我听说过他是一个钻石痴 其他方面呢我也不太了解 我觉得要想说服他跟我们合作 不能用常规的商业手段 你尽好去了解一下 比如说他的脾气秉性爱好等等 这样可能能够找到一个方法 让他跟咱们东城合作 了解他 嗯 就是 头其所好 别理解歪了啊 我的意思是 找到心灵上的那把钥匙 懂吗 我明白了 我走了 嗯 后来呢 然后老师傅是安徽人 所以我就跑去安徽乡下 买了一头最正宗的抽鲑鱼 整整陪老头吃了一个礼拜 他就答应了 从那以后 我听到抽鲑鱼这三个字 我就恶心了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我什么 我什么都没做 你要是真的想谢我的话 非道的稿子 记得多给我紧张 原创 原创 您能不能不要老想着抄袭啊 帮帮忙嘛 我需要再璀璨站住脚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被东城一脚踢出来 难道你们没有想念过我吗 好 我下次有废稿的话可以给你 但是这个真的不行 你这个是不是给曲曼设计的 你果然都知道 这个圈子很小 谁不知道啊 我跟你说 阿里纳那个女人 就是靠抄袭抄成的 国际一线设计师 整天宰得要命 设计的东西一塌糊涂 你加油 我看好你 谢谢丛总监 我要去找曲曼的那条臭鲁鱼了 嗯 您还没结账呢 这丫头不付钱就走人 我还以为她要请客呢 多少 嗯 一共四十 四十 好 好 我知道了 再见 这个曲曼呢真是另类 居然连老板的面子都不给 可能是因为我太激进了吧 她现在只要一看到我 就立刻会叫保安把我给赶走 都别说我上前跟她阐述我的设计观念了 我连上前的机会都没有 这曲曼的怪脾气啊 在他们这一圈里也是出了名的 我真是拿到一点办法都没有 确实是好作品啊 可是好作品 怎么才能递到她面前呢 这样吧 馨颜 你先回去 我跟萧萧去找林一 林总 董事长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啊 还是关于曲曼的事 设计部的顾心妍已经出了设计图 但是曲曼对她很排斥 不肯见她 我听星号那边的人说 你最近和曲曼有约 你看能不能带上顾心妍一起去 董事长为了推顾心妍 还真是不遗余力啊 毕竟是公司内部的事情 资源要共享 竞争要公平 想争取曲曼合约的公司 可不止我们东辰一家 许多珠宝公司 都想借曲曼这个载体 在嘎纳鸿毯上大放异彩 这件事情可不是非你及我 或者二选一的题目 甚至是多选题 我只是不想因为内斗而影响了 董臣的利益 下午两点出发 让顾心妍到我办公室来 好 肖肖 通知顾心妍做好准备 两点钟到林总办公室 好的 好准备 好准备 咱们出发吧 你好 怎么了 我们还在等谁吗 再等一会儿 我来了 我们竟然是在等她 林毅 你疯了吗 为什么要带着她 多一个作品 有多一个争取曲曼的希望 你就不怕她帮你倒忙 算了 不过就是一个 等着被剃除掉的分母而已 林总 时间差不多了 出发 好 董总 林总 有事愿意请速坐呀 快请坐 好嘞 曲曼小姐今天不在啊 曼曼是个欲强则强的人 说不见就是不见 你越是追着她越紧 她越是反感 原本她对贵司就颇有微词 如今更是一句都听不尽了 我说什么来着 如果是因为我前两天的行为 惹曲曼小姐不高兴的话 还请您一定要替我跟她道歉 好 不是你们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为曲曼远赴嘎那 设计的珠宝 请转交给她吧 这是我为曲曼小姐画的设计图 我下次见到她的时候亲自给她 她最近在闹脾气 续约的时候还得缓缓 所以我实在很抱歉 林总 我知道 您是在百忙千忙之中 才跑来一趟 但是我可能真要让您白跑一趟 好 高总 如果你们已经决定和其他人合作的话 希望您能够早点告诉我们 以我在业内的信誉担保 绝对没有 嗯 东晨和曲曼的合作是有诚意的 而且我们和曲曼的合作 势必是双赢的结果 所以续约的事情 还请高总认真考虑一下 这个您放心 我本人是十分赞同和东晨合作的 曲曼那里 我也会尽力争取 好 谢谢 来 请用茶 情况怎么样 也不知道是曲曼对东晨的印象出了问题呀 还是他和高远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 反正现在高远给他接的项目 他都从心里极力抵触 现在咱们得想办法见见曲曼本人 问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有办法吗 我试试 好 喂 喂 杨总 您最近忙什么呢 请您吃个饭的时间都没有 晓晓啊 你今天怎么有空打电话给我呀 我可是想死你了 杨总 我跟您说个正事 最近您和曲曼有没有什么接触啊 实话跟您说 我对我们公司这个代言人的动态啊 还真的是一点都不了解 有啊 明天我和他就能见面 明天我的慈善拍卖会啊 曲曼答应我一定会来 晓晓 你来不来啊 我让人给您送两张邀请函 行啊 杨总 那个我们公司对于支持慈善事业 向来都是很积极的 那可就说定了啊 明天见哦 行 杨总 明天见 杨总明天有个慈善拍卖会 曲曼也会造成 他向来呢都会去拍一些 现在拍的优惑 我要两张入场圈 嗯 好 此事不宜声张了 知道了 如果东晨这次 没有办法回曲曼旭上约 看来我真的要负主要责任了 你别把什么责任 都往自己身上攔 人呢是要与于担当 但别什么事都自己担任 哎 可是我就不清楚了 你说他为什么 对东晨这么反感啊 一听说我是东晨的设计师 就立马把我给赶走了 这些所谓搞艺术的 脾气都有点古怪 没什么可谈的想法 有了 有什么了 你不是一直想见曲曼吗 明天他要参加一个 慈善拍卖会 我不敢见他 我怕他一看到我 立马就从反感 直接升级到证悟 那我就真诚东城的罪人了 经诚所致 今时为开 你就这么甘心放弃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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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